五朵山 坐落着大大小小二十多处道教文化景点景观 在最高峰圣朵山上的道观祖师庙 始建于东汉末年 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 除了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 五朵山更拥有丰富独特的自然景观 其风怪石 山泉瀑布 茂密的丛林和秀丽的山川 同样令人心旷神怡 今天 五朵山景区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宋俊明 他是滑翔伞教练 国家队主力队员 也是中国滑翔伞越野飞行最远距离的保持者 滑翔伞运动起源于三十多年前的阿尔卑斯山 飞行员通常在高山斜坡 正对风向起飞 大多数滑翔伞自身没有动力 需要在晴朗的天气里 通过控制飞行方向进入热气流爬升 到达当天积云的高度 进而像鸟一样俯瞰整个世界 宋俊明多次穿越无人之境 已经在空中飞行超过了两千个小时 吴朵山景区邀请他来这里考察 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这里开展滑翔伞体验项目 让游人们可以在空中秒看吴朵山的壮力 第二天一大早 景区的李小军经理就带着宋俊明教练 来到了吴朵山的山脚下 能不能在吴朵山成功试飞 最关键的因素是寻找到合适的起飞点 他们来到文昌殿 这里是上山的第一站 也是寻找起飞点的必经之地 这是咱们整个河南面积最大一座文昌庙 里面供奉的是这个文昌帝君 这个庙是以前就有的吗 这个庙以前就有 然后在原来的基础上后来又复建 规模更大了一些 文昌殿是吴朵山万福宫建筑群的 一个小的庙宇 多年来香火不断 历朝历代每逢学子赶考之际 文昌殿里都会热闹非凡 这一淳朴的习俗保留至今